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1月26日 列斯联赤抽纽卡素 星期三凌晨 应超游纽卡素对阵列斯联 两队将于纽卡素主场胜尖市公园球场 展开联赛第20轮的较量 两队近况都不是那么理想 两边都无击败对手的十足把握 双方今次满战城和都不出奇 另外大家可以登入安波直播收看 这场比赛过赛是直播同前瞻 作为中下游的球队 纽卡素上赛季拿到第13的排名 成绩都叫做可以 但球队今个赛季的发挥却就有点难看 打完19轮 他们以5胜4和10负的战绩排在第16位生 积分上只比第18位小踢一轮的富衡高出7分 上将0比2输给亚士东维拉之后 纽卡素遭遇各项赛事10场无波赢 期间球队不单止进攻佛力 多达7场比赛都入不到波 而且防守的表现更是一塌糊涂 不难看出现在纽卡素的呼吸之心 以略显浮躁 如果布鲁士迟迟不能够对攻防两边 作出有效的改善 球队好大机会会跌入呼吸区 今次面对列斯联 布鲁士甚至在主场摆出5后 为的防守姿态 一看就看出球队的态度 纽卡素力保不失机会大 在阵容方面 后卫费兰迪斯和杜美特等人 因伤无得踢 另一边伤作为老牌球队 列斯联时隔16年重返英超 赢到不少球迷的关注 主帅比以沙高举进攻大棋 球队踢法令人赏心悦目 近方方面 列斯联同样都不是那么碰 球队人以为傲的攻击力突然无力 班福特领涵的一众攻击手状态低迷 他们近三场各项赛事输球之余 还要全被对手凌风 今次作客胜占士公园球场挑战纽卡素 两队目前状态都不多理想 今次交手可为 水兵斗海军 列斯联今次能够带走分数都算完成任务 在阵容方面 中场科索为同后卫贝拉迪等人 因伤不可以出场 你收听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李斯盈报导 3 3 2 4 4